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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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那麼收看我們奇奇標股這個節目 那台北股市今天暴漲 那最主要今天暴漲的過程 我們進場在指數的部分 我是做空的 那各位一定告訴我 那做空怎麼辦 台北股市今天來到最高點 來到11559點 那特別是加權指數幾乎 以最高點做說 面對這個格局 我的想法就只有一個 第一個指數不必擔心漲 你告訴我難道硬拗嗎 沒有 而我的操作比較簡易 我的操作就是說 因為我們提供我們所謂的會員 叫PSY指標 那PSY指標這個工具 它是屬於波動型的 也就是說我在PSY這個 來我這樣直接講好了 來我們先看今天研究報告 除了會員 我們每天 都會有一份研究報告 然後我們的研究報告呢 最主要 我會把當時的每一筆交易 每一筆 我說一次 每一筆我一定都會揭露 我不會說 對的做說明 錯的就避開 不會 我每一筆都會揭露 那以今天為例 因為呢 今天呢 有兩次來到正50 對不對 那正50該怎麼辦 正50該避險就要避險了 如果避險這樣會輸 不管輸跟贏 不管輸跟贏啊 我們在看什麼 看我們的成功率 我的成功率到底是高還是低 我能不能信賴他 長期來你去使用一個補助工具 這個補助工具 它的成功率 過往以來到現在 你所看到的真的是90% 做10磚那9磚 你就把它做啊 你說他不會輸 會輸啊 輸就輸啊 問題是 保證他會從正50回到0 那我就等他回到0 那我該走我就走 就完全照著做 那各位請看 因為今天是11月的 剛開始今天是11月4號 禮拜一 我今天特別舉一個案例 這一檔股票 我覺得我一定要講一下 這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 是在今年的第一季 來 各位請看 我們看底下 好就停在這裡 來我大概講給各位聽 這一檔股票叫3708的上尾 那我也不是推薦 我真的不推薦任何人去買 好不好 我為什麼講這個案例 這檔股票 我在今年的第一季 那時候股價大概在 從90塊 就慢慢慢慢買到100 買到100之後 我所有的會員 通通都有買進 不可能沒買 你說為什麼通通都有買 因為在買這一檔個股之前 我的每一檔股票 每一檔都大贏 不是小贏 從連發哥 紅海 台郡 真頂 找不到一檔是不賺錢的 每一檔都大贏 所以那接下來就買了 叫3708的上尾 好 那我也沒有理由 買就買了 買了之後呢 從90買到100 然後就兩根跌停板 真的啊 就兩根跌停 你說為什麼 兩根跌停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 我是舉我自己真實 當做一個案例 因為這是真實的案例 我要講的就在於 那怎麼辦 很多朋友參加我會員 還繳了一筆費用 你說小明 我今天參加 你買了兩支跌停板 這是事實啊 那你說我該怎麼辦 那我的做法 我必須要修正啊 那我怎麼去修正它 第一個 我只能利用什麼 叫價差 叫短線 比方說我之前買贏 贏是應該的 人家參加會員 原本就應該的啊 可是我接下來 你叫我買這張股票 我買了蹦蹦 兩根跌停板 20% 這叫事實啊 那你說該怎麼辦 那我能做的 只能利用短線 我舉例 過去兩個禮拜 我不要講別的 光是過去這三個禮拜 我們針對 尚尾 我們就做了兩次的短線交易 就是說 我就買 那漲 我就建議會員 加碼單就走 然後再買 漲 我就只能帶你走 我只能這麼做 就是說 經由一次 兩次 三次 我們做這種 短線的價差交易 降低什麼 持股成本 我的算法一定算在100 因為90塊要到100 然後到100 060 0708 碰碰又兩根跌停 那兩根跌停呢 目前如果股價 所有的會員 我的算法 短線交易我都不算 就該贏的 本來就該你贏的 我的算法現在應該在91 為什麼 因為它配的現金股是5塊 所以假設我要在100 對我的立場 我看我客人 他還輸差不多9塊 我一定照算 因為一定 我們都有通聯 那你加上5塊的股息 大概 所有會員 今年去買這檔股票 會賠 到目前還是賠 會算輸 你說輸要怎麼辦 我覺得我就修正他 那要怎麼修正 接下來呢 要回到 每一檔都要贏 每一次都要贏 我不是要跟你講股票 我說一次 只是提醒你 第一個 所有檯面上的分析師 因為大家都不講錯的 都只講對的 那我覺得 我不批評其他業者 我講我自己 那我怎麼做 我就怎麼向你做說明 當我錯了 那我就必須去修正 我過去的不對嘛 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該怎麼做 好就舉了 我的修正方式 來我們先提看一下 稍後代我會針對指數的部分 跟各位做解決 比方說 那各位請看 這檔股票是不是叫洪准 所謂的會員 所謂的會員 股票會員 含VIP特會 節目上我講的 絕對沒有任何誇大不實 也沒有虛偽造假 今天是11月4號 禮拜五叫做11月1號 沒有錯吧 好 是不是在這裡買 那這裡是什麼意思 這個叫做停損 也就是說我必須去修正 不要再犯過去 過去我很看好善為 然後呢 我認為呢 會漲到200塊 不然我幹嘛買 結果呢 沒有200 就蹦蹦兩支跌停 那這兩支跌停 我覺得我不應該犯 可是真的已經發生了 那該怎麼辦 必須要反敗為勝 讓會員呢 不但沒有虧損 要贏回來 那贏回來 我該怎麼做 第一個我的做法 就是我接下來的每一檔股票 我會設停地跟停損 並且停地停損 我會設很窄 我會貼著它 為什麼 因為萬一股市大跌 我的股票要賣在相對的幾乎最高點 那再來呢 如果我買錯怎麼辦 我必須把風險控制到最小 各位會員你就對賬 這是禮拜五的事 你不應該忘記 是不是買在這裡 我停損設在這裡 我停損設在這裡 這麼幾乎 兩乎而已 就兩個百分點 我們的停損只有設兩個百分點 我問你 這樣怎麼沒答應 這不是上個禮拜的台訓嗎 對不對 我這天比你早一天看到報告 一到兩天 那是不是這天買 買了我停損不就設這裡 只一到兩個百分點 它漲了 那我就設停地 它又漲 我是不是停地 一路往上貼著走 就是說 我要比過去更保守 更保守不代表不動作 就是說你指數要漲 要加空 OK 那你既然要漲 那必須讓所有的會員 我覺得都要對 那怎麼做 我再看 那今天呢 今天就是 11月取市 沒有錯吧 11月取市 就國家買 所有的會員 我們的股票 一種叫買進持有 買進持有之後 如果到停地 未來它碰到停地 我們就走 另外一種狀況就是 它碰到停損了 那我們就走 這第一點 第二個 我們非常看好的標的股 買進持有之後 我會帶著你 買進加碼 就跟上尾一樣 我會帶你再買進 那再買進的標的 我會怎麼樣 我會設 加碼單的停地停損 這樣OK嗎 所以呢 這不是 今天不是在這裡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一定是的 你就對照時間 對照價位 我會帶你 那是誰說贏 你每一筆都贏 你說你哪一檔股票 有啊 善為錯啊 不然你還能講我哪一檔 從去年到今年 2018年的1月 到2019年的11月 你還能講我哪一檔股票 那我能做的就是 當我錯了 我就修正它 然後不但要贏回來 要大贏 就如此啊 那你說 你預期 你今天去進場買進嗎 買進了這麼厲害 收掌停板 不對 我蕭友明 有在這裡嗎 看什麼 我沒有給你簡報嗎 今天這樣10月24號 蕭友明今天11月4號 對啊 我沒有給你簡報嗎 有啊 我節目上有看到 有啊 來看這裡 這不是PSY的第19筆 第20筆 第21 第22 接下來 第23 對不對 然後24錯一筆 絕對有啊 怎麼會沒有 或是每一筆 好 我們就把研究報告調出來看 說了會員 股票會員跟特別會員 10月24號在這裡 我們對吧 10月24號 當天的研究報告在這裡 來 這是不是10月24號 當天的研究報告 你就停住不要動就好了 我會動啊 你不用叮噹 我會叮噹啊 這是當頭 9802 股票要買成長型的 是不是叫9802 是不是10月24號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 給予買進平等 有嘛 目標 我稍微貼一下 不能給你看 來 有一個 買進平等 目標價 來 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搞不 還要搞嘛 還有一段距離嘛 你就等嘛 你也怕贏過 就照著做 每一檔都做 我覺得 我覺得 金融市場 不可能永遠都不錯 我舉例 我們再看一次 24號 來 各位請看 10月25 19 20 21 22 不是都贏 這怎麼會輸 這怎麼會輸 10月25 這裡是不是不對一筆 這是24號 沒有錯啦 10月24號 我就每一筆 19 20 21 22 你說難道不會輸嗎 會啊 這裡不就輸了一筆 20 21 負50 負50嘛 好來 是不是這裡 那這一筆是不是輸 啊 這不是一 這裡錯嘛 這八爪黑字 是可以黑白說嗎 這筆錯嘛 接下來我不就每一筆 錯了之後呢 那你就看嘛 是不是一 二 三 四五 三 四五 到上個禮拜四 七八 到上個禮拜五 今天禮拜一 不就九十 那是不是十筆 這十筆有輸入一筆嗎 沒有啦 十月二五 這裡是不是錯 這裡是不是一 從這個一開始算 到上個禮拜五 是不是十 有錯哪一筆 不全勝 那今天 今天了不起就輸而已 怎麼樣 不是 那你說輸怎麼辦 別怕 PSY會幫你修正 第一個 等一下11月4號 PSY會幫我們修正 保證會回零走 那怎麼辦 遇到台北股市大漲 還漲了157點 你說這樣要怎麼樣 沒什麼怎麼樣 要把它做到 難免會錯啊 錯了再把它贏回來 那問題是要怎麼贏 兩分鐘後向您說簡報 讓我們來找到 有關 可以找到 那 我可以找到 我可以找到 你一個人 那 我可以找到 那 我可以找到 我可以想找到 我可以找到 现在就加入顾德头部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无关系后变后的风景 也是百步 无关系台湾还是全世界 用心用爱 让后代行孙有更好的行为 2019风起云涌 创造未来迈向成功 全胜大师一级棒 股票起获一把照 现在就加入顾德头部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样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来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先针对整个格局 你要很清楚 那我所看到的 我们先看上下图做交叉比对 台北股市今天暴涨 大涨157点 来到11556点 在个股的部分就是说 那你说那你认为 既然认为已经来到高档了 你干嘛还建议你的会员 每天做股票的一些买卖 每天做股票的一些买卖 对不对 对 因为我的看法就在 因为我从事这个工作 我们是投资顾问业务事业 那人家参加会员 缴了一笔费用 我就必须尽我的能力 那么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那么在股票的部分 帮我们的成员搜寻 接下来会长的标的股 我跟我们说就是这样 那你能保证 我能保证都赢吗 我没法度 所以我该怎么办 我会去观察我过去的错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刚刚节目一开始 我特别举今年 我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我买了一档股票 叫上尾 然后错了怎么办 错了就错了 那问题是客人会很生气 一定的啦 一定会很生气 那我也知道 那我能做的就在于 利用价差交易 然后以及搭配其他的一些 强势获利的标的股 降低持股 把输的赚回来并且要大赢 这是我的做法 就是说会错 可是错了不能逃避 我的看法你逃避没有用 你怎么逃避 你错这个伤口永远在那里 我没说不下去吧 所以你要去修正 修正过去的不对 然后拉高你的成功率 拉高成功率怎么拉高 你要有 你要在股票的部分 我会建议 一定要颜色停利停损 并且要抓很窄 你不能抓那个七八十% 七八十%万一十% 人可以是怎么走 你一通简讯走了 他走不了 你知道吗 你跟我妈妈 你有跟我说 问题是已经输十% 我是没有怎么走 一样的道理 所以股票的部分 我会抓很窄 大概两 不会超过三个百分点 各位就是说 所有的股票会员 跟所有的VIP特别会员 你就把每一通简讯调出来 时间分钟秒数价格 你去对照 对照我们的每一通 每一天的研究报告 我白纸黑字 指数每一笔 股票每一档 每一档 我一定都有做说明 不就每一档吗 不就每一档吗 你不就每一档都赢吗 有 没贏 有嘛 有到继续贏下去 贏到嘎到停利点 是继续去碰触停损点 都要走 讲这样就够了 至于其他的就我来做 好不好 那在指数的部分 我们先看 回过头来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上个礼拜 特别提到 面对台北股市走的这一条路 叫做六日简单平均线 那今天因为台北股市暴涨 那相对的也把六日平均线 往上 是不是急速又挺升了 对不对 在上个礼拜五 礼拜五 就是礼拜一 今天 这上礼北股 上礼北股这一根下引线的低点 是不是刚好来碰触多少 6MA 没有错吧 好 所以我们继续观察 第一个目前 6MA的位置 6MA的位置持续向上增加 已经来到了1万1385点 可是相对的 日线PSY也高达正五十 代表怎么样 代表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 过去的日线PSY到正五十 接下来一旦进入修正期 那个幅度都会非常大 不是那种五十点一八点的 所以你问我怎么看 我觉得说这绝对是一个所谓的高档的一个行径 高档的行径那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也就是说那我该怎么做 你说我去观察 我会输啊 输你别怕 再说一遍 来 再看一遍 来 我就举今天 今天比较标准 各位所有的会员 你要同时把你的PSY点选出来 对不对 好 我们讲过就是两笔 一律就是两笔 PSY-5十就是做多 正五十就是观察 然后保一定会回零走 他不可能 我负责 他不可能会回来零 不可能的是 你就看过去的每一天 比方说是不是十一月一号 对不对 这不是正五十 这是不是负五十 他要不要回来零 会嘛 这个负五十会不会回来零 会 你说他如果在正五十这个高档 在这里不跌呢 那就不跌就等了 就等什么 等他从这个点回到这个点 也就是说他肯定会不会回到这个零走 回到这个零走我们就走 你说那会输吗 输就输啊 输就认输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那个永远不会输吗 输就是输啊 你说输的要怎么办 后面刚才赢了就回来了 就只能这么做啊 台北股市肯定 伴随着指数走高 伴随着台积电飙高 那代表怎么样 高获利相对的背后有一个东西 叫高风险 高获利高风险的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去降低它 你要要求是高的成功率 我的讲法就在于 那你就交给P2帅啊 那P2帅难免会错啊 我举例啊 我们刚刚在节目中不提到吗 上24号25号 我不是刻意要讲 要讲个股啦 因为就刚刚好嘛 这是第22变 这是正50 这是负50 没不对吧 这是第19 空 20 21多 22多 现在都贏了 到10月24号对不对 然后10月进入25号不就输吗 我不是说我每一笔都接了 好 我们看25号 那25号不就输了 有输吗 有啊 怎么输在这里 16 17 18 19 22 23 这里不就输一笔 那输一笔接下来呢 你不在等输吗 你不在等输吗 因为当他输了接下来会怎么样 新的连胜循环会展开啊 不然怎么叫高成功率 10月25 这里不就差 不然是打勾吗 不是差 差接下来不就新的连胜 然后从25号过后 不就1 2 挑快一点 3 4 5 6 7 8 一直到礼拜五 7 8 9 10 请问有哪里不对 你说没有不对啊 通通都对啊 对啊 那就好了 那你说今天怎么办 北爪黑衣在这里 我是有法照假吗 我请问你 我怎么照假 所有的会员 每一位都有这个 PSY指标系统 那既然你都有 你就照着做 难免会错 但是PSY不怕错 每一笔都做 那欢迎各位 如果说对我们的系统 想进一步了解的 也欢迎你 可以在节目结束过后 跟我们朋友们做联系 那明天礼拜二 那因为很多会员的 的一个要求 所以明天早上9点钟开始 那我会在 运东财政产 早上9点的即时节目 帮各位做最新一部 即时的金融现况做说明 也感谢所有朋友的收看 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感谢你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当帮助 kmillat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